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此,我向700萬香港市民作出莊嚴的承諾 我上任之後,香港市民今日享有的自由和權利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不應該當選 因為你知道只有600多票,連700票都到不了 基本上民望都不要高 對香港市民今次表現出來的文明、民主的參與 我是表示非常之恩賠 今天的落敗並非是終結 我會和大家站在同一陣線 爭取五年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這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件,令整個香港陷入了 可以說得上是自從1967年左派暴動平息之後以來最混亂的局面 一個政治局面 這個不是偶然 其實背後有一個共通的邏輯 就是香港很大程度上有一種政治力量 是由北京操控的 如果北京的領導層裡面出現了分歧 出現了亂子 通過這些線 那些亂是會影響到香港 今天香港的當權派分裂為挺良派和挺堂派 其實是北京欲控而失的結果 所以說不是操控成癖的黨中央忽然不想全程操控特首選舉 而是在今天黨內正經利益鬥爭難分勝負的時候 未能夠有效操控 簡而言之 就是失控 今天我來這裡 是要向全香港市民道歉的 建造地牢是我太太的主意 是否真的要說謊呢 其實你覺得自己還有沒有成績 那是否有一個問題 對中三處是不是不得意 我懷孕 究竟是否中央忽然想放棄你 沒有人逼得我去做任何事 我也不欠任何人的事 你說恩力承擔了些什麼 字眼是婚姻低調不是感情窒息 大家不要誤會 傑 Foot 正常問 傑 Foot 衝突 陶 3 牠們 無常 我剛才已經向選舉事務處 遞交了我的提名表格 正式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 我們民建聯中央委員會 未有決定支持哪一位參選人 會否因為中央還未選定哪一個人 所以你們才有這樣的做法 以防投資錯誤呢 民建聯中央委員會 事實上是未有過最後的決定 我經過中央的說法 不是你們的中央是誰的中央 我可能誤會了你的意思 各位大家好,我是梁振英 今天是2月14號,請請見 好耶 各位大家好,我是梁振英 雖然我的心是傾向支持CY 但是始終可能黨未表態的時候 大家都是有點遷就著遷就著的 但是昨天終於通過了 可以公開提名 現在今天很放心去支持梁振英 是韓正義的支持者 韓正長軍參選人韓正義 政府說所公開的資料都是屬於事實 如果是真的有一個漏報的情況 我覺得梁振英 就不是代表可以強詞諜理 說話厲害 也都不代表可以胡說八道 準備,1,2,3 OK,Good 1,2,3 1,2,3 1,2,3 簽到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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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西方的選舉裡面 通常那些大資本家 他們就在旁邊看 兩個政黨 或者多個政黨爭爭的時候 他們就會 兩方面都支持 他們做這個政治套凳 但是你看看香港的情況是反過來的 是兩個大資本家的財團 在這裡 你死我會這麼爭 反為民建聯 就在這裡套凳 他不會支持哪一個人 等誰上台都好 他們都會得到利益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政黨現象 反映的是 香港的這次選舉裡面 是赤裸裸的金權在鬥爭 唐良背後的板塊利益 是主導兩個人爭霸的橫足 無論是唐形港的進 還是良形港的變 首先都指板塊而言 以板塊的利益 作為依歸 如果以為他們在這裡 關心香港社會整體的進步和變革 那就是被他們騙了 CY那裡 他現在三點鐘 接著三點半會回到中環 競選辦開PC 那我搞了 你們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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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人黨撐到 你商界拿到多少支持 以及是不是反映到你的支持度 還是否 我們拿到E293票 這提名票 其實在某些商業界面 有幾個名字嗎? 沒有,沒有,沒有拍片 對不起 你嚇死了 其實看到是很有趣的 他們會有一個模式 就是他們想讓你看到的東西 他們就會公佈 他們不想讓你看到的東西 他們就會用很多方法去隱藏 林鄭英剛才是抹寒 抹寒的表情其實很有趣 我看上去都會覺得真是抹寒 你會覺得我剛剛很緊緊拿到提名人票 又或者是我剛剛進入閘 其實可以有一種象徵的意義 我看到的林鄭英 有一種寄近扯遠的感覺 到底你是甚麼人 你會在一邊拍攝他的時候 到底他現在做的那一刻是真還是假的呢? 我可以在鏡頭裡看到 一些甚麼叫政治 請三位麻煩你幾個台前麻煩你 始終是第一次三個同台 可以看到一些 他們三個人互相猜忌 有一個市區一定會有廢物 不可能是減到零 你就是了 反對不反對 不可能是廢物 請大家尊重忽然人 所以我們最終必須要有辦法處理 唐瑩本身不希望在台上 好像詩片一樣有一個辯論 所以他只是願意搭台下的問題 第一屆特首其實已經是說 阿爺已經說了 董建華是人選來的 他第二屆連任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人跟他爭 到2007年 梁家傑以一個市民的身份 站出來 和當時是行政長官的真任權去鬥 梁家傑衰白猶榮 至少我看到漂亮的衝擊行動 到今年2012年 這幾個月的變化 令人覺得 哇 今年今年不是陰典 這屆終於有一個 鬥爭的局面 我們沒有投票權 甚至乎我們可以用那一票 去表達我們所知道的東西 的可能性都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這次 他們鬥得很燦爛 但是也是 令我們很感嘆 踢走爛單子 踢走爛單子 還我真普選 還我真普選 因為現在的機制 我們好像市民 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要站出來走 現在很多民怨 很多網民都很期望 我畫一些畫出來 反映一些事實出來 可能讓他們發洩一下 希望用我的漫畫 將這件事 用有趣的方式表達出來 吸引更多一些 平時不注意社會事實的人 吸引更多一些人 去留意 在這個獨立投票間 你見到 左手邊 右手邊 後面 甚至上面 其實都有東西阻擋 進去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 我們的民間投票結果 出走之後 到時任何選委 事實上是任何的傳媒 和市民 都可以拿著民間投票結果 去商議討論一下 整個統治階級 三個月之前 是特首 政務司司長 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現在三個人都有誠信問題 有很嚴重的誠信問題 這三個人不是簡單 不是簡單人 如果用國內的術語來講 當香港是一個獨立王國 才算 那這三個人就是 國家主席 總理 和黨的總書記 這三個人都腐敗了 在香港做什麼 這場是一場動真格的假選舉 動真格 所以才這麼好看 是假的選舉 所以才這麼難看 論者只適宜客觀分析 兩型的爭霸 不適宜美化事件 更加犯不著真情歸邊 公開替某一方 立喊台橋 某個暴霸 實僧 總結構構選人梁振英的陣營 和鄉市選委 出席被指的是江湖犯局事件 我和我選舉辦的同事 都覺得是受到脅迫 所以決定報警 如果一牽上這些黑金政治 就非常危險 沒有問題嗎 你好 你好 這次其實這麼多特別的事件真的想像不到 可能過往大家都習慣等中央去暗示或者給一些釋路的時候 但是這次似乎是沒有什麼信號給到大家的時候 我會見到很多選委透過說用白票也好 或者透過他的傳媒去放風也好 試圖傳一些假象出來或者我這樣說可能是假傳聖指導 是影響選情的 你有沒有說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部隊和催淚彈來對付示威人士 有還是沒有 我絕對沒有說過 你騙人不要說謊 請你請你提供接受 我即時每一刻都有看到那個網站的文條 似乎都是對司法的表現比較欣賞一些 一開始人人員選出淨光之後 唐英年是逛了出來焗躡 是很靜陷的行為 其實他是勝利的 畫面都很精彩 是大家都會拿來用的 今次的辯論中看到他們自己 我們很久都想求到的一些真 你很少會看到 候選人真的放下自己的外表 手指指 大家看到是手指指 而且有人很無奈 我覺得今天是 可以將他們的真正說話的底牌 全部扯出來 大家是有一點失控、失誤 甚至乎開始 大家互相轟對方 是否好看 我覺得今次選舉 真的好像那支籤一樣 神鬼一塌糊塗 我到現在都未知 誰是真是假 但我不知道怎樣 他們不說退選 我根本就沒有資格 好像是道歉他們 看看北京怎樣反應 梁仔英 我做過的事 我會站出來承認 不像你這樣 甚麼都不關你的事 這個不是撿得好嗎 我們當作看電影 看看他們怎樣 假起真做 我絕對沒有說過 你騙人 原來在裡面開會 說過這樣的言論 其實事實上可能更加恐怖 我們背後 我不知道 他們不室談判 開會 其實說了很多事 一般市民都不知道 可能會被他們蒙騙到 其實我是今早 其實我今早才貼 都有1400多個like 小圈子的荒謬 只不過是靠他們 互揭醜聞 看看誰再撐下去 民望 市民完全沒有參與 其實說到最後 說到最後 其實也是阿爺 黨內共識 就是我們不能夠支持 梁振英先生 呼籲公連所有的選委 他們要投票 是投給梁振英 民建聯中央委員會 一致決定 支持 梁振英 是否又再設定 又是中央按鍵 然後大家一起投同樣的票 我們今晚沒有制禁 投票隊還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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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幫他關鍵 可能要大家內心等一等 是 已經去到一個 你不能不出聲的地方 不是 在啞印你按住 按住 給你打都OK 有選委 他是認為自己代表了香港 但我們否認這個事實 我們覺得香港人 應該自己走出來 我覺得我表我的態度 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覺得 這是我公民責任 準備新聞證 要對下核對 ‽ privacy 官員 我給 lire 我給你 我給了楊振英 22萬的香港市民去投票 大部分人都覺得其實是根本爭不落的 作為泛民的選委 其實我是有責無旁態 我是需要反映市民這個意願 I still support Henry Chang It's been a very difficult election battle I feel bad for Hong Kong people We had a mock poll yesterday that showed what people really, really feel I'll投給梁先生 I'll投給梁先生 一項候選人 曾英先生 所得票數為689票 非常緊張 競選到這一刻為止 每一票都得來不易 民意看到出來的 我們是要更加加多點的努力 是令到更多的市民去應徒 江大華! 李亞人! 立法! 一號! 一號! 他以這樣的票數 還要在這麼多的反對聲音 在會場裡面 去當選行政長官 我想他接下來的工作 應該都會幾多反對聲音 還有如果他不首先處理好 2017普春行政長官這個問題 我想他接下來 他施政上應該都會受到很大的阻撓 我覺得香港在這次的事情裡面 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是可以知道一些東西 很簡單 就是大家對民主選舉的迫切成 是有了一種更加深刻的體會 如果這樣的小選手遊戲 再玩多幾次 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接著來是美姐有請 明天